好 那個中樹人教授 他是可以說我們目前研究當代道教 現代道教非常之謎的一個國際學者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要請大家來 這個學期我們的講座安排 上次是常志經教授對我們講歷史的部分 然後這次我們要專門講一個現代的部分 那個中樹人教授 他是在法國高等研究學院畢業的博士 目前是香港大學社會系 剛退下來的季主任 所以有更多的時間來做這個研究 然後他已經出過非常多的書籍 第一個是摩世論一開始的《氣風熱》 然後跟法國的高雁桑教授 合作一個現代中國的宗教問題 好像編的是中國人的宗教生活 還有二十世紀的道教 所以可以說著作人生 對於現代道教也非常深入的研究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要請他來 我們以熱戀的掌聲來歡迎林中教授 因為我們今天可能有時會大概提早十輪功結束演講 我這裡就不多說 我們就把時間直接交給中教授 我們帶掌聲來歡迎他 感謝林中教授 感謝我們台灣中學大學的增加 也就所招臨 很高興有這次的機會 所以這是第一次,因為我和Elijah Siegler合著的這本書 Dream Trippers, Global Doubt and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 Spirituality 即將在11月初出版,就是問世 所以就是提前做一些宣傳的 所以不好意思,因為還沒有出,所以不能賣也不能送 不過我還是要做點廣告,因為它的封面價已經很便宜,在20美元左右 所以今天我就會做一些有關這本書的內容 首先,我要給大家一種印象,放幾分鐘的影片 我把這邊的燈關一下 那麼這個呢,就是在華山的腳底下的育泉院 就是最主要的道觀 所以第一個部分呢,我現在要放幾分鐘的影片 第一個部分呢,是這些外國人呢 他們是在參加一個團,叫做China Dream Trip 所以 China Dream Trip呢,就是叫你去中國的道教的聖山 去進入一個夢境 所以這是一個叫做 Healing Dao USA 在美國治療之道的一個,在美國算是影響力最大的道家修煉團體之一 那麼它現在大概每兩年,從這個已經有15年以來 大概每兩年都要組團去道教的聖山 那麼華山是它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點 所以,我們第一個部分就是說,可以看這個團體就在律泉院裡面 然後呢,我們就會走出去,從律泉院走出去到律泉院外面的廣場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個情景,再討論 呼籠我們的環境,既然 сбđ上 ediyor 再給你們收視一下,從前來這一點 zm às先致就我的聖山 wherever大家來看 suspension 然後使用 кат 礦状 這樣子 andel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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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一会儿再看 那么我们刚刚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个情况 在道观里面 谁在练功是外国人 都在练叫做无极功是一种气功的功法 到道观里面很安静的去练功 没有中国人在那里 道士们已经都去休息去了 那么一出去到外面 刚刚这个派都是真的是 他们先在那里练功然后出去 再出去就是广场舞 那么广场舞呢就是西方的迪斯科音乐 所以中国人在做什么 他们在念迪斯科 外国人呢在做什么 他们在安安静静的念这个 所谓的道家的气功 而且这个迪斯科这个广场舞呢 它恰好就在成团大宗师的这个肚子下 大家那些都在打一个跳逛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个很有趣的这个 就是这个全球化的一个现象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能 尤其如果是研究中国宗教啊 研究道教呢 一看那些老外在做这些事情 肯定会觉得反正干什么呢 就是他们什么名堂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怎么能懂道教 所以这就是个问题 但是呢 在外面的中国人呢 他们懂道教吗 而且对道教是更没有兴趣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探索这个 道教的 道教全球化当中的 我们就可以考虑的一些问题 那么 在我们这本书里面呢 那我们是 我是和美国的 College of Charleston教授 Elythe Siegler 是我的老朋友 那么他是一个 他是研究美国 民间宗教的历史的 就是还有民间文化 是popular He is a historian of American religion 美国宗教的历史 以及religion and popular culture 留情文化 宗教是留情文化的 所以他的博士论文化 就是研究美国的道教的历史 那么我呢 就像林正宁所介绍的 我是当时我们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就是研究中国气功的 所以我们就联合了 那我们看 那一些接近美国的气功团体 他去中国会怎么样 然后他接触中国的道士 在华山接触中国的道士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相遇 那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 其实是做一个很简单的 就我们就参加这么一个Dream Trip China Dream Trip 他们组织的这么一个一次旅行 去参加他们去清晨山 华山和楼灌台 其实这个团队是在04年 然后这个团队也去了西藏、北京 其他地方我们都去 后来呢 我一个人就去华山 跟道士们和仪式 一起深入的交流 然后当时我们就想法就是这样子 去做一个简单的写评文章 但是后来呢 反正有很多原因 这个拖了 然后呢 我们也又去了几次Dream Trip 也去了泰国的谢明德 这个Healing Down USA 美国资料知道 他是谢明德 Mantachia 应该是他的系统 就是对美国组织 他的主要的主地叫做 Michael Wynn 所以我们也去了谢明德的中心 在泰国 在Changmack Changmack 有他的Dow Garden 现在他的中心就在那儿 在泰国 然后又去了美国 Asheville 就是美国东部的新时代运动的 最活跃的地方 叫做Asheville 在North Carolina州 所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一项研究 然后时间越长呢 其实我们这些 我们拜访 然后参访的人物呢 他们自己的人生 也就是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成为他们真正的 就是一个全球性的 中国的道士也好 主要的那些美国的 像Michael Wynn 还有我一块儿要介绍的 一个学者叫康茨奇 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学者 也是修炼的 他们的人生 他们的人生的道路 就有很多的接触 有很多的 然后有很多矛盾 所以就变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反正终于 这本书就写完了 那么我们也会 从不同的维度 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一个是 这个圣山的建构 我今天就会讲这一点 然后呢 从那些道士们的角度 从那些Dream Tripper 就是修道阳远的角度 他们的相遇 是怎么样的 他们产生的误解 他们产生的沟通 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从一个修道的学者的角度 怎么看 然后最后呢 我们所讲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困境 就是什么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一个实际上全球性的一种 所谓的Predicaments of Multicultural 所以今天我也会讲一下 这个问题 所以呢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 华山的神圣建构 就是说现在呢 华山它是怎么样 被纳入到一个 全球灵性运动的神圣建构里面的 所以就是华山的神圣历史 又增加了一层 一个layer of sacrality 然后呢 我们会比较一下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 以这个山 我们对山的体验 对山的神圣性的体验 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法 那么道士们呢 它是一种通过 华山可以体验 可以跟道卖 但是呢 那些修道的洋人 它是要体验自我 它是要体验山中的气 然后通过这个可以体验自我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个 巨大的差异 然后呢 康茨奇 我们来论道的学人 他自己的故事 也眷入了这个事情 所以呢 通过他的故事呢 以及他为两边的批评 我们就可以看出现代理性的困境 灵性的困境 那么我们先去说去看一下比较快的看一下 华山的这个神圣的建构 就像所有的山一样 最远处啊 它是有很多的地 就小的神灵啊 鬼怪啊 什么摇灵啊 这些东西的 那么它的怎么样被建构一个地方 一个有自己本土特色的地方 怎么样被建构为一个神圣的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维度呢 是它是怎么样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华山 它就是这样子被纳入到很多的系统里面呢 那一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五月 所以怎么样把华山子纳入到中国的帝国的神圣的系统 神圣的建构 那所以我们在华山的外面有五月庙 很漂亮的 很漂亮 几乎谁都不去的 它其实有跟那个北京的紫禁城的故宫 差不多一样的 后面就是华山 所以它这个风水的建筑非常的好 那么一般的游客都要跑到华山那里 所以现在可能被开发的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去的时候在05年是完全空的 所以旅游是可以去的 但是没人去的 很漂亮的 所以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说帝国的神圣政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柱子 就是五月十一就是西月华山 这里就是 然后呢 作为道教 那么道教也把它拉入到自己的系统 拉入到东天湖地 那华山就被纳入到道教的神圣的地理中 然后呢 很多 也就是说很多的 道教的神仙人物 的布施 可能叙述都是 很多都是经过了华山 都去做修炼的 好大通 成团啊 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的道士 他们在华山的时候 道士们他们也会列出来 比如说所有的这些 道教历史上的主要的大宗师 他们也在华山就留了一个一个名字 所以华山就这样子就进入道教的系统 那么在二十世纪初呢 华山在民族国家的建国中也得 也就是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 作为华山在中华民国 我们这个很多很多的民国 我们这里也是民国哈 所以不知道 我总不知道怎么讲 不是民国时期 是大陆时期是吗 是怎么讲 19年前 19年前 解放前 沦陷前 对 对 对 国民党和这个 还有其他的 就是军阀的要人 将军都跑到华山去 然后都留了字 像少丽子 到处都是 立了碑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 他在这个 这个是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华山感觉在这个 成立中华民国以后呢 成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呢 他就有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么在研究宗教的人都知道 他在旧事团体 在当时的会导文新兴宗教 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 这是肖昌明 天泽上教的教主 肖昌明他就去了华山 然后他就有他的字 那他是去看那个李玉街 那李玉街在大商方 华山的大商方 他就待了八年 那么他在大商方 其实华山里面的一个很难很难去的 要爬楼梯 完全的一个楼梯 要爬很久的 他以及他的家人 那么他是在那里就成立 或者受天啟天人教 后来他来台湾了以后 以天人教的基础上 就成立这个天地教 其实这些都是在华山 得到的 在黄埔就得到的圣训 他就是宗教者 他的整个宗教体系就产生的 那么他在华山的时候 也有很多国民党的将军 很多政客专门爬上去 向他请教 然后他有一个 也在这个 当时已经有一种比较 就是把这个中国的 这个灵性的传统 与民族国家的 构建的一种结合 那么 有很多在天地教里面的 的故事都是说 尤其他在华山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与道通灵 来其实日本的侵略 就在你华山比较近的地方 就又不能再过来 那就是因为他的力量 所以有很多这个民族主义 就是保护中华民族保护 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的一些概念 与他们当时在构建的新的宗教模式呢 都是有一切联系 都在华山发生的 然后呢 反正 但这种构建就没有成功在中国 中共政府的华山 然后呢 很多中国人的对华山的 第一个印象呢 就是这部影片 《智取华山》 五十年代 他就在讲 其实最后 中国 解放或淪陷的时候 有最后一批的 就是国民党的士兵都在华山的山顶上 然后就没有办法上去 他们红军不知道怎么去打败他们 然后最后呢 有一位道士 他就给他们透露了 用后面的一小小路就可以上去 所以红军就上去了 然后把上面的国民党的全部弄掉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华山在这个社会主义中国里面呢 他就没有那么好的神圣的形象 他有根深蒂固 跟国民党是有一种密切关系的一种形象 所以就在后面呢 他影响了他的道通保护和旅游开发 那么华山呢 同时呢 在这个流行文化 现在呢 大部分可能认识华山 就通过金融啊 小说 还有就反正这个武侠文化 华山就是有一个重要在 在流行文化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华山论剑 什么 现在包括在这个 你在讲电子道教 所以这个电子游戏里面 也有华山的 有关华山的 华山论剑的电子游戏 那么现在呢 华山又是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系统里面了 很晚只有几年开始做真正大规模的开发 比其实这种上山啊 那明山的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在中国大陆 这是已经在做很久的事情 包括呢 在道教方面呢 武当山、金省山、政府 它已经就非常的就想利用和发扬这种文化资源 但是华山就因为在49年以后 很多的国民党的人都出家了 所以呢 它里面的很多道士呢 都被认为是假的 都是国民党的假的 假出家的 那真正的这种事情呢 有做口数时在论证 但是这种说法 是有的 所以它呢 这种比较紧张的关系 还有内部的一些问题 还有当地的政府很保守 反正这种以道教的名义 或者利用道教来开发华山 只有在我们这个研究 几乎结束了以后才开始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 这里在规划什么很大的道教養生源啊 什么什么这些事情都要开发的 但这些东西和山上的道教是毫无关系的 那我们去华山的时候 几乎如果一个游客 他可以去华山 他可以在那里旅游 而且有可能他根本不知道 华山是一个重要的道教的什么山 你可以不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实在无当山 我心想是不能想象的 他到处也会很敏感 但是基本上那些道观在那儿 但是很比较破的 没有得到这个 没有得到路由开发的支持 所以这是华山比较特殊的情况 只有现在呢 因为资本主义 所以他就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建构中 他们觉得还是可以赚钱 所以就可以去利用的 那么有另外一个 那这个还算是 现在还算是很低调的 很少有人注意的 但他又纳入到另外一个 神圣的一个系统 那就是这个灵性的 全球的灵性运动 所以它是个 Energy Hot Spot 就是说你可以得到一个 灵性能量很强烈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你去 现在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 Ailer's Rock 苏格兰的 有苏格兰的Glasmanbury 有那个Stonehenge 在英国 反正有一些地方都被认为 它这个地方很灵的 非常的灵的 所以去那里去打坐 去念功 你会得到很强烈的力量 的灵气 所以呢 现在呢 华山都被纳入到 这么一个系统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山 它 它一个极为丰富的一种 它属于很多很多的 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属于很多的 跨地方的一些系统 帝国的神圣系统 道教的系统 民族国家的系统 然后现在呢 又在这个全球性的 这个灵性运动的 网络 网络 所以在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到华山的就是 它的内涵 它的神圣的内涵 又丰富了 又丰富了 进入了这个国际的网络 那么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 因为这些不同的神圣的系统呢 它们彼此可能是有矛盾的 so we have so many superimposing superimposing different forms of sacrality 那么 他们这些dreamtrippers 他们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呢 是他们在重新启动 华山的能量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中共呢 已经把华山的道教 已经把它消灭了 虽然你上面有庙 有道士 但是真正的修炼几乎是没了 而且他已经 他衰落了很久 所以 Michael Wynn组织这个团的人呢 他还说 我们是道的大使 我们会把道又拿回中国 像谢明格那些人 他们就把道 他们保护了道 道在中国回面 逃到美国去了 然后在美国呢 这个道又在 又在发展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你又可以把它拿回中国了 所以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通过在 像我们刚刚看的 在庙里 练功 中国人看这个东西 他们肯定会很惊讶 会很奇怪 同时呢 他们会很震动 他们会觉得 诶 这些外国人 他们在 他们对道教有兴趣呢 那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所以他们也是有意思的 就想有一点促进 中国人对道教的意思 所以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呢 是山里面的这个能量 过去的修炼大师 几百年前 一千多年前 他们在山洞里修炼 他们就给动 增加了能量 灵性的能量 但是 时间久了 然后没人来了 这个能量就下降了 没有能量了 你需要有人再去 才把这个能量 又把它活起来 那么这些团的人 他们会专门去一些动 原来就是 松巢啊等等 被挖出来的洞 就是专门去修炼的洞呢 最近确实很少有人去的 然后呢 他们就去 他们去 打坐在里面 然后呢 他们又可以 就是又 又燃这个火 这个能量 把它燃起来 然后 他们说 最开始就是有些奇怪 一些 不一定很舒服的经验 因为 洞里的灵 不习惯 但现在他们习惯 所以你可以去这个洞 现在很舒服 所以他们又把这个能量 又启动 然后就弄成一个很温暖的一种能量 那么我现在就介绍一下 那个 就是这些修道的洋人是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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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的思想啊 就是早在十九世纪 通过道德经庄子 一些经典的翻译都已经 就是说 嗯 嗯 有流传在西方国家 但是 这种 嗯 所谓的道家的修炼呢 主要是在六十年代 开始 就 嗯 开始传播的 嗯 然后在六十年代 美国 还有加拿大 的移民政策就开放了 之前是 就是 就是 华人是不能太难移民 后来就很多 这个移民政策开放了 相当多的 中国人 就移民到 嗯 北美洲去了 那么 当中 肯定是有 有一些在中国 或是在香港 或是在台湾 在民间就是有了一些 就学会了一些修炼的访问 啊 那么 所以这些民间的师傅 其实如果是从在中国的眼光来看 就是江湖的一些人士 嗯 但是 他们就会一些 要不是太极拳 要不是内丹 啊 像谢明德 他是在香港 嗯 他是泰国的华人 然后在香港武中学的时候 他就 嗯 嗯 到九龙的一个山里面 去拜了一个武术的一个师傅 这个师傅也给他传了内丹的一些修炼功法 后来他就学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七十年代移民到美国去 那在纽约开了一个Daoist Esoteric Yoga 就是道家的密宗瑜伽的一个中心 啊 啊 啊 他就在属于那种市场 所以一方面呢 有来自中国啊 啊 的一些民间的师傅 移民到这些地方 同时在这些地方就是这个繁文化运动的Counterculture Counterculture当中呢 就开始流行那些啊 啊 静坐 瑜伽 东方的修炼的方式 像加克丑的Beatles 他们也在拜那个 呃 像 Maharishya 就是瑜伽的 反正这些事情就越来越 越来越流行 嗯 呃 那么也有性解放 性解放 性解放运动也是在那个时候 那么恰好呢 道家就有很多的 嗯 就是 就是 防中术 或者就可以被理解为性 修炼的一些内担的修炼法 所以谢明德他的第一本书 跟Michael Wynn合著的 他就是怎么样 用道家的内担修炼来提高 就是男人的这种性功能 呀 所以这样子就很畅销 所以呢 就是这么一种文化的语境 呃 那开始呢 就是都是一些华人 来 来传 来办一些中心 然后慢慢 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些学生 那么自己的学生 就 所以自己美国百种人 他们就开始 啊 办自己的中心 这个机构 那就像Michael Wynn 作为谢明德的土地 然后他 啊 就把中术就 建立 一个组织 你,there is nothing to join,不用入什么,no vows to take,不用没有任何的介入,no special naming,没有什么法名道名,no special clothing style,没有专门的服装,no special diet,没有什么隐私的禁忌。 一看这个呢,如果是在研究中国道教的时候,每一句都是错的。道教在中国完全像是特别的,这些都是特别复杂的,但是美国人把道教当时最为简单的,最自由的。 up to the individual to apply,你作为一个个人,你随便这个传容里面,你可以随便拿,你喜欢什么就可以拿什么。 所以看出是一个超级个人主义的一种道家的理解。 你可以看,比如说《道德经》,其实它也没有提出,《道德经》也没有讲任何具体的地方,也没有讲任何具体的人。 所以你可以拿道德经的道德经,也不把它当是一个外国的东西。它也没有讲任何中国具体的地方的人。 而且都讲无为、自然这些OK。所以非常符合灵性的这种现代灵性运动的极为反对任何的宗教权威的一种趋势。 其实全是自己,随便自己,顺其自然。所以这种很容易接受的,非常容易接受的。 它又是提升女性的,《道德经》这一类,又是很容易接受的。 然后另外呢,现代灵性运动呢,也是比较以肉体或者身心修炼为重点的。 那么道家的修炼呢,恰好它的重点是在这个身体上的修炼。 所以这也是很容易接受的。那么它又有一点是别的没有。 因为你所有亚洲的都在进去。但是佛教呢也是很受欢迎的。 但它不讲性,no sexual cultivation。 那么密宗是有,但它很有这种Guru,大师。 美国人是很反,就不喜欢那种东西。 密传,大师这个东西还是有顾虑。 但是这种道教的传播呢是非常平等主义的。 尤其是他们这种传播的方式。 没有讲什么师傅。 随便你自己。 其实纯粹着一种公司的,我提供一个培训,你付钱,我给你提供这个培训。 但它也不是把自己构建为一种大师,一种有卡里斯玛的大师来骗你钱。 也不是非常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 所以它其实它有,它拥有所有的在现代的灵性运动里面非常喜欢的东西。 可能比其他的亚洲的东西还拥有。 然后它就没有一些有问题的东西。 这种奉奸的等级、足度、大宗师,这些东西它就没有。 所以呢,我们就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也是这一类的。 他们自己可能是穿过各种各样的灵修的方式、修炼的方式。 最后呢,有的是觉得道教是最好的。 但他们的基本的态度还是个人主义,非常的个人主义化。 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道教的范围里面面提供, 做一些道教的庆座、太极拳。 有的是学艺经的。 有的也喜欢来读道德经的各种艺本。 有的也是就是说他们的饮食习惯都会注意。 然后有不少也是自己行中医的,学中医的。 像是中医的中医师有这方面培训的。 那么他们的就是说比较投入的道教修炼的人呢,就是愿意就是说在某某程度上有一种道教的认同的人。 也可以说他主要是因为通过长期的,就是参与各种修炼的,参与各种活动的。 他们慢慢就会有一种道教的认同。 而不是因为说我喜欢道教,我是道教主。 那我现在因为我是道教主,我要做APC。 不是这样子的。 我做了CBA,然后我觉得道教是好的。 那么因为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也自以为是相当自由的地方。 所以呢,他们也被一种很平等主义的态度去看中国的道士们。 所以有的这些DreamTrippers当中,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的说, 所以,中国人们是比较多了,比美国人。 甚至, the Dao is here, the Dao is there for the most part, except for Huashan, 所以他们对华山的道士也是有好的印象。 are far far behind us practitioners in the west. they don't seem to care. the Chinese have no reference for the sacred sex we visited. we went there and we show them what they could be again. 我们是给他们看,他们可以怎么样。 所以有一个,这个有趣。 这个女的,她可能参加这个DreamTrip的人, 有的是就是专门到家修炼做了很多年的。 有的呢,他们只是看了这个广告, 其实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道教。 然后就,这个有趣,去报名这个tour, 所以什么都有。 那这个女的,她可能接触道教才几个礼拜。 然后她说,it is us the Americans that are going to preserve it. 是我们美国人在考虎这个道教。 是我们是历史学家,we are the historians, maybe we will ignite something.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强见的态度。 其实道教在中国很难去发扬, 但是在美国你什么都可以做。 所以我们就可以比在中国更好地去开展道教。 那么所以我们发现呢,他们来去,他们去华山呢, 他们是去寻找一些记验。 他们对道教的历史,道教的文化,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当然作为游客呢,喜欢看看有道,就是道炮的道士。 而且也愿意跟他们交流。 然后跟他们交流以后还是有一些,有启发也觉得特别的好。 但是本来他们对这些无所谓的,他们是要去专门的一些地方。 这个洞,那个地方你念了,你可以有感受。 所以they want this experiential energy. 比如说这里是一些洞,在面向华山的另外一座山, 在这个山上就可以看到华山,要有很多的可以修炼的洞。 那么他们怎么样?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理念,就是很多的一些比较非常特别的体验。 华山确实。 就是说很有可能产生各种理性的体验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有一个人说,他就让我很感动。 it cleanses the subconscious,他就洗掉了我的潜意识。 然后这里有一个人说,他通过,他通过华山呢,是比较模糊的一种说法。 就可以在世界上有修炼的人,他就可以跟他们连接。 所以呢,所以呢,我更能了解,更能接触我的内自我。 my inner self,通过别人的inner self as well as the earth self. 所以通过华山可以跟整个世界,通过可以跟自己有更好的认识。 然后可以跟整个世界有更好的认识。 那么有Michael Wenzu说,一样的一种说法,他把自己的脑壳。 带来到一种说法,就是说的,他把自己的脑壳和地球的脑壳。 然后呢,这些就是让他跟整个地球的planetary brain,地球的脑袋, 就让我们整个地球成为一个人 那么这里我要指出的一点 是一是这个与自我的认识 其中很多很多我没有时间列出来 与自我的认识 另外呢是通过华山呢 是与大宇宙的一种 或者大地球的一种认识 没有跟具体的 其实跟道教的 没有任何的具体的接触 没有具体的连接 对这些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那么这个和华山的道士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呢 第一呢 而且这个就是他们沟通的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他们欢迎这些洋人过来 去念功 同时他们在无关的给我讲 这些是没有用的 一点都没有用的 而且他们也会传授一些功法 但基本上传授给他们玩的 也觉得反正他们这样接触到教 但是没有用 你没有师父 没有用 你没有传承 没有用 你没有 你不讲德性 没有用 就是全身派 还是 性 比命 重要 这些人是不讲德 不讲德性 干嘛 你还要将性修炼 更是 所以呢 他们觉得这个是 他们觉得这个是 他们在做完整理错的事情 或者比较愚昧的事情 他们心很宽容的 所以他们也接待 所以他们讲述的是 就是说 他们讲华山的时候 他们主要会讲 华山与道教的关系 华山与道教的历史 然后呢 所有的 就是说 华山派 不同的派别 在华山的传承 不同的宗师 他们在华山 华山所做的事情 这是他们的公开的一个叙述 那么其实他们也有理念 就是很多的 就是一些体验 在华山 他们一般的不愿意拍 不喜欢讲 但是我认识他们很多年以后 他们开始给我讲 那么他们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 他们在讲 他们的一些体验的时候 多多少少呢 最后呢 他主要是 他们会在山 在通过一个experience呢 遇到一个过去的 就是过去的 道教的宗师 有名 就是一个 有自己具体的名字的 一个具体的人 一个具体的师父 汉代的 唐代的 然后通过这种理念的经历 他们跟这个神仙 只有直接的联系 所以呢 所以他们为山的体验呢 是让他们跟道教的脉络 有一个更直接更深入的一种联系 所以这个有意思 然后他们会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然后就不要去讲这个 就是说不太愿意去讲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比较特意的一种 一种精密 这就是一些花山的道士 那么 好 那么我们就 讲到另外一个 那么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Lewis Comiotti 是一位 是一位 其实是和我和 Elijah Seeler 同一 就是同年龄的 一个 道教研究的学者 是Olivia Comi 的学生 所以他 他也是大概 03年 在 就是 毕业在波斯坦大学 他是研究全真 就是王崇洋 全真教 然后他也编了 不少这方面的书 所以他是一个 就是说 在碳学道教研究里面的 做非常认真的 学术研究的 关于全真教 那么 他呢 不满足于一个 纯的学术的角度 来接触道教 其实他是想做一个 真正的 一个道教的修炼者 所以 04年 我们开始做这个Dream Tripper 研究的时候 我们第一站 Dream Tripper 的第一站 就是在青城山 所以 这个团 在青城山的山上 同 一天 在山底下 Olivia Comi 和刘迅 就开了 国际道教研讨会 的团大 所以 学者 在山的下面 零星旅游者 在山的上面 这两个事情 之间 没有任何的联系 那么我们就碰到康斯奇 Lewis Comi 在下面 然后 反正 他说 他也在寻找真道 他做了他的国师论文 他现在要去到中国的上山 然后他也要找到真道 他在找 好 好 所以我们 我们 wish him good luck 就好了 看看怎么样 然后呢 我就跑到这个上面去 去跟那些 Dream Trippers 他们是 他们在用宝树 来 来 来 接这个树的气 再过几天 我们去华山 在华山的Dream Trippers 就认识了 这个道士 陈宇明 是当时华山的副会长 也是办公室主任 是一个 而且 但是道教的认识 是非常的深 而且蛮有名望的 很会讲 而且这个 水平是很高的 给大家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同时感觉他真正的是全身的正统的一个 一个完美的代表 你没办法相信他在另外一个语境会怎么样 那么 我们去华山以后呢 我们跟着Dream Trippers去楼冠台 在楼冠台呢 我们碰到康茨奇 康茨奇是住跟我们同一个酒店的 康茨奇一看 Michael Wynn和这些Dream Trippers 要离开 他觉得这一类的 新时代运动的 所谓的道教修宴呢 是毁灭道教的一个东西 非常的坏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看都不要看那些人 所以他立刻去走 他准备去武当山 我们他在走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去我们在华山去看到 很有意思的道士 应该去看一下 所以他先去华山 去了华山去拜 去拜访陈宇明和其他的 另外一个也是给人印象深的道士 他真的改变他的生命 他立刻就想正式地拜他们为师 然后就给他们讲他的想法 他想把正统的全真派 移到美国去 因为美国那么乱 全是这些假的 偽装道教的 骗子 没有真正的道教 所以我要把真东西拿过去 所以有意思 所以这个陈宇明一会儿 他在帮Michael Wynn 和那些所谓的骗子 在接待他们 给他们传道 过两天又有这个人来 然后呢 慢慢他也愿意成为他的师父 然后就开始另外一种传承的过程 所以这个人呢 他就在这两种趋势之间 那么 所以康斯提去了华山之后呢 认识了全道长 他下一个决心 他明年就是 他第二年又要去中国 然后呢 他要在华山要待几个月 长期住在华山 长期跟陈宇明学习 所以他去了华山 去了华山呢 陈宇明就不在了 然后怎么回事儿 他还俗了 他决定做 他决定去成都当营士去 城市里的营士 为什么 他觉得华山的道教的氛围 极差的 根本没办法修炼 在这个制度里面 没办法 所以他就脱离 这个正统的全真 全真派 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体 继续认真的修炼 我一年一年 我自己 我太太是成都人 所以我每年都去 一年一年去看 然后他每一次 他的这种 灵性的思考 是越来越深的 他在认真的修炼 但他已经 越来越反对全真派 所以他的土地 就像搬全真派在美国 现在他的师父 是反对全真派 那这个能说明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就在讲 这个灵性的困境 我们 这个现在的 这个spirituality 的灵性的运动呢 其实在西方也好 但是可能在西方 现在最为突出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也是可以看是类似的 就是说 不愿意在一个 有权威 宗教制度的框架下 去进行宗教生活 反 就是说 宗教的权威 的religious authority 都完全的被动摇了 你找不到一个 或者不愿意 就是说 不愿意有一个 这么一种权威 想要一种完全的 一种自由的 一种信仰 或者一种修行 修炼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 这种灵性运动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那我这样子在一个消费 灵性的消费主义 这么一种 我们画下 我可以自由的 我作为消费者 这样子 就是没有宗师 教我怎么做 我就可以 我想学什么 我给钱 然后我对你没有其他的责任 所以就是我们用超级的这种 跳出任何的这种 权威框架的修炼的修行 信仰的趋势 但是毕竟呢 因为它都叫 spiritual search right 是一种灵性的需求的寻找 那一方面呢 对很多人来说 他在寻找什么 就是在寻找自己 ok 但是呢 你最终呢 你自己也不是个实体 最后呢 what are you you know 没有这个东西 自我是不存在的 而且很多的这种寻求 还是在寻找一种根 是在寻找一种authenticity 一种真实的东西 那你去哪里去找 所以呢 这些dream trips 而且这样子的一种 要去中国叫道 去中国的道教的发源地 为什么呢 而且不只是像这个组织 Eling to USA 现在美国所有的道教的 训练组织 他们都在一样 都在组团那样的 你为什么要去 一方面可以就是旅游看一看 那猜这边的气 但是也有 我还是要找这个根 所以 我要找这个根 但是我也不要接受 这个根的权威 我 所以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在那儿 我去 但是最后呢 还有一种说法 我还比你有道 所以就是一个 就是说明有一个对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灵性 只是有一种 还是有一种不满足的一个地方 我还是要找一个超越这个的一种根 但是我去那儿 我还是不太愿意完全的投入到这个根里面 所以就是从这个灵性的运动的维度来看这个困境 但是另外一个困境呢 它就是这个制度化的宗教 所以就是说全真派出家 它就是相当的制度化的有权威制度的一个宗教的机构 那么里面的最典型的代表 你觉得受不了 然后它就是走光这种个人的个人修行的这种方式 那在华山可能是比较问题比较突出 但是可以说这个到处存在的 它的传承完全的断络 在革命文革什么什么 所以呢改革开放以后呢 很多那边的道士呢 没有师父 青年进来的道士没有师父 他们只有拜一些很老的道士 几乎就是神经已经不清晰了 甚至他们拜坟墓会失 所以没有一个传承 然后呢因为就是说单位宗教 就是说这种单位制度啊 这个政治体系的原因 也很影响它的这个灵性的精神的氛围 还有其他的各种原因 所以呢在这个制度化 这传统的宗教的系统 国人机构里面的也有这个困境 因为基本上它就不存在了 它现在被感觉是一种坎而已 一个外坎 一个没有活力的外坎 所以我们有在那些 所以这就是多是一个 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 也是这个困境 困境 所以我们就像陈一鸣 他就离开到另外一边 然后这边呢也有 虽然美国人就很少 但是有欧洲人 他们就成为出家的导师 像我认识的 法国的一位昆道 他现在是法国道教协会的主席 我们刚刚在说大部分的那些 外国道教协会的主席 都是比较各种各样的背景 但是它是很有 又是学术训练的 然后又到陕西一个庙 然后去出家 所以就是可以说 它从这么一个 就是觉得这种灵性运动的 就是没有根 没有依据 然后它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 为什么呢 因为 所以我们就在说 就是这么一种困境 一种困境 不管哪个选择都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困境最突出 就是这个 在这个学者 在他的意思中 因为他极为批评 这个流行的灵性运动 和所谓的道家的训练 同时呢 他也应该说很难 把一个正统的全真派 移到美国去 他自己也发现 所以到最后呢 他现在不愿意去中国了 觉得中国没有道教 所以他最后呢 也只有说一样 道指在我 好像只是道指在我的手中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 比较突出这个困境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困境呢 所以我们就说 Michael Winn 作为这种灵性运动的一个例子 也有 就是说 在这个运动里面的 有一个比较 常见的一种说法 其实这不是一个困境 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灵性 要上到另外一个新的台阶 那么恰好 就因为这些东方的东西 就传到西方到美国 它会结合 就是他们所说的 东方的灵性修炼的科技 The spiritual technology 灵性的科技 这些修炼的法门 它就是技术 是科学的东西 但是它有太多的封建的等级关系 太多的密传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弄到西方去 这样子就很公开 很平等主义 就像你们原来的四大发明一样 没有能够在中国 把它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为什么? 密传这些事情 把它移到西方去 我们可以把它弄到另外一个维度去 我们就可以把东方的这个东西 和西方的就是这个灵性运动的心理学 很深的心理学 自我认识的这一点 把它结合起来 弄成一种民主的一种灵性运动 拜托所有的这些父权主义的 有封建味道的 所有的上帝都是这些神也好 上帝也好 都是这种patriarchal 一种很不公正的一种关系 为什么呢? 它就是这么一种传统社会的一种结构模式 在宗教里面去发扬出来的 所以把它弄到美国去呢 我们就可以 产生一种完全的民主主义的 一种灵修的一种方式 所以就是好 而且它就会从美国发扬的 所以就是一种方式 那么康茨奇呢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先要全世界都要出来 就是有真正的学术训练 又有好的严格的宗教修练的 全真派的道士们 然后他们可以联合 慢慢把他们的 把道教文化和他们的 把自己的高的学术文化 就可以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有分量的一种道教 一种世界性的道教 陈宇明呢 他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 道永久存在 不要去讨论这些事情 就是浪费时间讨论这些事情 好 反正我们浪费时间的 可以玩的讨论了一些事情 所以有什么 我现在就是初步的介绍一下 一些维度 通过我们可以多讨论 好 非常感谢中世人 给我们的教授 给我们的非常精彩的演讲 因为我们今天有些同学 要写这个 不管是演讲介绍或什么 今天这个中世人教授 给我们一个示范 从非常基础的研究 然后讲得非常有趣的故事 今天大家应该听得比较轻松 因为到这样也都基本上能听得懂 对 就是说这些历史的部分 划山怎么样被进入全球性的神圣建構 一步一步的 然后拨重视野的 包含全真道士 一些修道的洋人论道的学 各个方面给我们非常一个精彩的分析 我想这个我不用做太多总结 因为大家很容易能够理解 我们先去把时间开放给大家 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中奥师的请教 好 问一下 来 请 是不是也不用客气 好 好 那个非常谢谢那个 中奥师给了一个很精彩的一个 然后那个书我们非常期待 其实里面好几篇文章 我们过去都有读过 就是那个Ziger 我们在课堂上也读过 他对谢明德的研究 然后他讨论那个谢明德整个发展过程 然后这个团体 后来他怎么分裂 然后他怎么回到泰国建枕 他的那个Garden 然后老师您的最新的那篇文章讲 那个June Trigger 我们也约在这些期 我们要讨论的一位课题里面 然后我来老师您的好几天晚上 我自己看完这些研究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老师刚刚也提到 Critical Modern Spirituality的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说我们当代 所谓的灵性这个意境 怎么跟道教的对话 产生的对话 然后就是您刚刚在提这个灵性的这个困境 但是这个困境看起来就是好像是一种 我们的一种诠释 如果对当代的这些人 或者是对这个团体里面的人 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认知的道教 对就是他们认知的道德就是这个样的 那不管是美国的 欧洲的 或者是台湾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等等 认知的道教也是这个 所以在我来看就是有一种 有去界定道教的这个议题 那在我们的Probabilization以后的这种世界当中 他如何经过文化的转译 可以重新去定义道教的 那其实您刚刚也提到就是 我自己的观察也是这样 就是在体制或在制度内的人 他其实也有选 可以选择Individualism的一个 就是您觉得那个陈宇明这个例子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在体制或者是这个制度里面 他反而觉得他没有办法寻找得到 所以他要去顶居 所以我们会有那种 顶式道教这样的一个传统 或者是居式道教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在这样的传统里面 他们认知的道教有他们认知的一套体系 对可是他也是从制度里面在走出来的一个 可是同样的就是我观察这些在美国 欧洲 或者是南美 像巴西 五桃牙 然后我在美国 在Korato的 那个Rocky Mountain 又碰到一个武当 然后他们要见到一个有武当的道文 你一定很知道吧 就是他们要在那个Rocky Mountain 盖个子消宫 就是这些 我看到这些人 像我去往到那个五桃牙道教协会 然后你刚提的那个锦绣 像他们虽然是从道教 从总医 然后从道教的气功慢慢开始 可是最后他们想要建构一个回道阵统 就是他们开始像锦绣 他开始带了他自己的Monastery 然后他开始去学科医 学习仪式 然后他的道观他要有神像要开光 然后他去学科医 就是虽然他们从一开始是一个个人的道的天 可是慢慢的他们开始意识到 除了修炼以外 仪式也很重要 所以他们开始要回到学习仪式 像那群葡萄牙的那个道教协会 他们也是这样 就是到一定程度 他们就意识到仪式的科医很重要 所以他们反而回到中国或者是请 台湾的或哪里的道士 开始教他们科医 教他们的仪式 就是但是这个都回归到就是说 他们不会有他们想像中的一个道教 然后他们想要去实现这个道教 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好像没有什么困境问题 就是个人寻求自己想像的道教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那我还有其他的一些意义 比方说道教也像Yoga或者是Yoga 就是印度教原来的这个瑜伽传统一样 可是最后走向资本主义化 就是到处都有一个retreat的传统 那这种现象就是从你刚刚的介绍里面来看 好像中国人他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可是我们知道现在当代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道教有大量的这个这样 生retreat的这种传统 那他们背后都有请一位道士 不管这样当个道士还是全真道士来当指导老师 就是指导老师还是要有一个道士的勾结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受到西方的这种Yoga的这种传统 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个人retreat的一个团体 然后你进来好像你得到一个真心的修炼那样 那个人是不用进到那个系统 就是这个现象在中国现在非常的发达 所以我们也是想指出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个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主的一些团体去中国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contrast 但实际上不能把这个问题当一个实际上不是一个中西一个对话和对立的问题 因为这个 而且这个回到你第一个 这个事情其实一直存在很久很久了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实际上不是一个新的一种事情 那么现在在中国 对 你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可以说我们 很多在西方就被认为是所谓的现代灵性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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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呢 肯定是每个国家有它特殊的一些情况 同时呢 越来越类似的东西 嗯 所以这些道家的瑜伽的印度的东西 禅宗的在中国也越来越 比如说成为一个 一个大的神器名啊 这个一个比较大的一种现象 嗯 所以我们 嗯 嗯 嗯 这个呢 可以看作是这个 就是正统 所谓的正统的宗教和民间的 就是民间的修炼的一种关系 一种探讨 它 而且这种关系在中国与境内都存在 嗯 它故事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 一个中西方的一种 那么 简单化的一种对 对 加卡 然后第二个 就是教授 刚刚一直使用那个困境去描写这个 这个情形 就是说 嗯 在修炼 在华山修炼的人 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 国外的人 不要往 进到那个地方 然后 进到那个地方又不满足 可是这其实 嗯 怎么讲 我想起来这其实是一个 中国修炼的人 或道教的 信徒 常常会遇到 永久的问题 啊 这也不单是现在的困境 就是说 嗯 他们很 在中国也有很常众的传统 就是说 在这个制度里头 因为不满意这个制度 然后他脱离这个制度 而变成大师 中国也是 赞取这样的 文化也有赞取 这种人 的传统 然后 可能这些人也从这些故事里头 得到鼓舞吧 他也不全然是一个非常故意 好像是跟这个传统开战那样 他就是说 从这些传统当中的一些 非常 可能是最顶级的大师 通常是 不在制度里头 很多是不在制度里头 所以这也是一个传统 也不见得是一个困境 然后第二个是 呃 就是说 在这个华山 可能是 很多人认为那边是有能量 能量最高 所以说中国圣地里头 有很多圣地他 可能能量还有被 被分成很多的阶续 哪里最高 然后哪里可能没这么高 那 但是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会改变 就是说 呃 比如这种情形 就是说 比如说美国人回到美国 他自己去建立一个 新的圣地 建立之后 他可能就会慢慢 改变这个情况 就台湾有一种叫 惠林山的 的这个 我想到就是说 听到都在讲 我就想到台湾的惠林山运动 他们 他们一开始也很喜欢去昆仁山 觉得那边是 可能能量最高吧 昆仑山 可是后来在台湾 他也有慢慢建立一些 像他们也会去台湾的一些 他们的大山 然后觉得那边能量很高 然后慢慢的 这个东西会被建立起来 有时候去玉山 然后去那边彩林 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可能在把时间拉长的话 这个现象可能就会慢慢的 改变 因为华山也是 在意识上 它也是被建立出来的嘛 你看到今天能量这么高 但是它往后可能会 还是会慢慢的改变 那有人在做这个尝试 把所谓刀教带去美国 那我觉得他们也是有根据的啦 就是说 不见得有制度 有大师才能得到道 他自己也可以领悟道 因为这是universal 如果是道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他们的基础 如果他们可以体会这个道 那你也不能说 在美国的人 就说话比较没说服力 我觉得他们也是 因为他们的预设就是说 道是不限于这个 人种地方的 这个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个困境啦 OK 所以很有意思 因为很不渺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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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这样子提出来 就是这个 对 本来都一直是这样子的 本来都一直是这样子的 本来甚至都有这个传统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从中国 或者包括从台湾的 因为很少的人 就是我在 就是 介绍这个研究 也介绍这个研究 也介绍这个研究的人 也介绍外的人 就是很少的人 就提出这种说法 所以他很有价值 那么 而且我不认同的 我同意 那么 那么 所以有一个 为什么道教呢 他就最 可能 最适合这个 现代灵性的这种运动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你有很好的依据说 在道教的传统里面 很好的依据说 我就是 在这个制度里面 没什么呢 我就是要自己 自个儿 努力的出来 才有真道 所以 他又是另外一个 为什么道教呢 可以很 跟这个 灵性的运动 非制度化的 灵性的运动 非常的切合 那你有很多 在道教里面 本来有很多 很多的历史 很多的资源 可以 可以 认可 这种 想法 做法 另外 另外呢 我们现在呢 是属于 实际上是 道教全球化的初期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 能够观察的现象 在将来 而且我们 实际上 我们做了十年的观察 已经 我们看到很多变化 在将来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会有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一个 snapshot 一个时刻 就是说 在道教 他传到美国了以后呢 然后他又回到中国 又接触中国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时刻 那确实我觉得 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 会产生 一个呢 是因为我们 我们在观察的一个例子 是比较极端的那种 就个人主义灵性的 而且在美国是比较突出的 但是在欧洲和其他的国家 他还是就像锦绣啊 在法国一些其他的 他们在有另外一种方式 那慢慢 对 他们慢慢 呃 不像tops 其他自己也想这样做的 他也比较极端的 他像一套全套的 但是他们像锦绣 慢慢一个有一个 就像你说的 积累 然后慢慢把比较 用一个比较有机的方式 慢慢把更多的道教的文化 就引进到 国外去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然后另外呢 你说的可能是 你的意思是 有一些就是说 在华山得过 德国道的 或者得过一些体验的 美国人 他们又回到美国去 他们又可以去 开 开 那边开山 是吗 有可能 有可能 但目前呢 我们观察是没有 但是有这种 有事情发生 我们就觉得 好奇 他为什么没有 那样做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 有一个 有几个 有几个 有两个 有两个名字 有一个 有一个 应该是 像是个 六十多岁的 CP4的 一个 六十多岁的 CP4的 一位女性 有很丰富的 有一个 各种各种各样 修炼的经验 包括 Kundalini Yoga Angel Channeling 各种各样的东西 还有 道家的东西 那么 那么 他很喜欢 崔 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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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讯息 也叫祂 就是说 会有重要的事情 发生 然后祂到了华山 在华山的中峰 有一个庙 玉女庙 然后里面呢 祂在讲 就是说 这个故事 在里面 玉女的故事 然后呢 这个墙壁上 挂了 这个故事 这个爱情故事 它跟这个 吹底子有关了 等一会儿我会给你看 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也有吹底子的一部分 他遇到一个 他在庙里吹底子 然后这个道士非常喜欢 然后呢 反正产生一个 真实的一种 一种 因缘 可以这样说 所以他呢 就跟华山就产生了 和自己一种 很具体的 甚至可以跟华山的历史 和故事 有直接联系 一个具体的联系 联系的一个经验 但他回到美国以后 就没有做什么 没有 你可以去想 那你会不会 如果是 比如说中国人的 所谓 你可能会再长 再去华山 有另外一个 一个女的 她在那个洞里面 她甚至做梦 那那个神 因为这个洞里面 这个神像就没了 有砍的 没什么 然后他做梦 说这个神 是想要在 立 就是想要 有人给他烧香的 而且梦也跟他说 外面有 有石头 你要去看 第二天早上 他在外面 就在这外面 看有原来的碑文 就在那儿 所以还是很不可思议 所以呢 如果 你 可能是 如果这个人是个中国人 他有可能 这个事情 有可能会改变他的 他会 他会去 那点败 他会去 慢慢的 就是 一个 他会 通常去 会捐钱 会立庙 是吗 但这个女的 我们在美国 过了几年后 采访她 她说 对她来说 这个经验是很深刻的 但是她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 有潜在的可能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些具体的 对华山跟美国的一些长远的联系 或者 而且 那个做了那个弄的那个女的 她是学中医的 她的中医师 是从 从中国 跑到香港 从香港 跑到美国 她在中国最早 是在华山 她也是华山的道士 所以她自己的舒服 在美国是华山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 very strong connection 但她也没有 反正她觉得 她觉得 as an experience 是很深刻的 但这个 experience 会让她去做一些事情呢 也没有 不过呢 这些我估计 慢慢 就是说 那些会有更多的老外去 然后她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体验 然后呢 就会去建立一些比较具体的 就是比如说 中国的某某山 和 国外的某某山 一些具体的 一些临心的联系啊 什么 我估计这是必然的过程 但目前为止 还没有 还是比较 对 飘的 这种偶然的 一些事情 那我会想请问老师的是一个 就是商界历程 就是DreamDripper这个环体啊 那她们从以前一开始 然后发展到现在的一个资本主义啊 那我前面看影片来说 就她们已经形成一个 她们自己练功的方式 那一开始的那一个创始人 她怎么去有这些修行的方式和经验 那看过程就可能像老师刚刚有说 全身道士会教她一些东西 那除了这个之外 她技术是怎么来的 然后她怎么形成一个很完整的商业体系 让美国人愿意说 我花一个一笔经费来 而不是觉得说 好像我花这笔钱 可能是会败花的 会被诈骗 也就是说她是展示出来的东西 让人家相信她是有内行的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建立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例子里 她就是谢明德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她在按照她的说法 当然就是她的说法而已 我们没办法证明 但是她在九龙 在香港九龙 就认识了一位叫伊云 伊云的一位民间的导师 她是从黑龙江的长白山 她是在长白山修炼的 然后在中国打仗的时候 她从那天就跑到香港 那么谢明德在香港读书的时候 就认识了这么一件师父 这一个师父按照谢明德的说法 就叫她一套有七层的内端的修炼法 所以这是她的框架 就是这个有七层的法 有的时候她有九层的 她后来也学医也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把她的东西丰富化了 去了美国呢 就开了这么一个诊所 一个所谓的道家瑜伽的 那在这种她就开始教 同时呢她的学生就帮她写书 就写了就是awaken healing light of the doubt 她就是教你做念小周天工的 基本上以小周天工为基础的 那么谢明德的书比较特别呢 她特别的详细 小周天工你可以用一页就可以把它讲了 但她会用二百页 每一个环节讲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而且她有很多附属的法门 各种各样的 所以她这样子一系列的书出来的 一层一层 Can and Lee 就是说内丹的修炼都有的 其实她不是随间的编出来的 她是有内涵的 那么她第一个就是小周天工的这款书 第二呢是性 就是男人的性功能的 那这个比较畅销的 所以你这样子打开 把名语就弄出来了 然后呢其他的书就开课 所以就是慢慢形成的 而且有一些有管理能力的美国土地 那他们会把这个东西更系统化 那么美国的组织就自己独立了 她跟谢明德有现在关系有点紧张 谢明德在泰国 她有一批德国人在帮她管 他们管得非常严密 这么非常的 所以呢你就可以建立一个组织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来历 那么 那麦克文呢 他吸收了谢明德的东西 他有谢明德的一种执照 然后他们有 谢明德在美国的土地 就有一个机构 每个土地就是一个机构的理事 然后他们有权威 谢明德给他们一个权威 来颁发执照 你可以提供这个培训呢 那么麦克文同时呢 他通常去中国 他跟其他的一些师傅 学一些东西 然后其实他也改变了谢明德的东西 然后他将了 他加了自己的这个 无极功 就是自己的 我们刚刚看到了 就是一种功法 所以他会慢慢的 我可以 在最后也可以放几分钟的影片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现在说 我非常感激 你这个精彩的演讲 我很欣赏 你都要一些造语 很大 有个有些问题 就是说 道德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总是觉得你所讲的 应该不就道德的说法 可能有问题来说是 以道学的 新的生活方式 A道 is life style 我想一定是否 还有看过那些老外 在华上在这条外套 在这条外套 在这条外套 因为我的经验 很多老外 他没有学到自己的文化 就是什么 基督教有在照的 哪个内容 我已经认识 你问这些人 他们自己刚刚有多少知识 可能你会下一跳 就是说 我当高学生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 他们要放弃他们原来的背景 他们要去找新大陆 和人跑的运动区 我说没有人跑到台湾来 但是他们到中国去没有 但是很多外国人 就是不满意他们自己的背景 我以为是存的不够 学的不够 家家不够 所以他要找新人 他往东跑 也是以前在德国 也是到最近的学者 很多说 哎呀你知道 那个老子 他离开了中国以后 在亚洲中国文的地方 通当了犹太人 那么犹太人告诉老子 要医生主义是什么 但老子不知道怎么说 医生主义 很复杂 他说道理 所以又可以道理 当然这个是台湾效能 但是就是说 我们真的要研究这些外国人 为什么要做material 不应该说道教 我都知道道教 这个台湾 看到了什么意思 有神有仪式等等 这边也都清楚 所以我建议你说 一个道教设计或是一个 道教设计或是一个 以道学的新的生活方式 代替道教这个地方 谢谢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康斯奇 他就提倡 我们说这个不叫Daoism 这叫做PWT Popular Western Taoism 所以有一些学者 还有Terry Clement 当时 如果你因为现在呢 包括学术界呢 已经接受了汉语拼音的习惯 所以一般包括Daoism用了D 所以现在除了一些保守的学者以外 包括我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里面还在用T for Taoism 我们说欧洲去年 但是基本上现在呢 只有他们才继续用T 所以 Cleaven说Taoism 就是这种美国人发明的东西 Daoism 是中国正宗的东西 所以呢 或者康斯奇说就是PWT 而且PWT Popular Western Taoism 是一种新性宗教运动 它和道教设毫无关系 但是我做一个 从一个外面的 就是一个学术的观察者呢 我们在里面 在书里面说的 这就是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Taoist Field 那在这个 一个用社会学的观念呢 一个宗教的场域 那在这个场域里面 就是有不同的权威在 You know There's a contested field of different authority Where is the authority 谁有权力说你这个 这个是道教 这不是道教 那有一困境有一点在那里 那么现在就 最近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东西 这些人他在自称为道教 或者Daoist 而且你可以说他不是 That's just a way of life which is popular Western Taoism 但是毕竟呢 他们去华山的时候呢 华山的道士们 虽然有一点小看他们 但是他们不会觉得 就是不属于道教 他们还是 所以他们在这种相遇的时候 有很多误会 也有很多开心的时候 有沟通有误会 但他们彼此还是都认可 我们都是在修道的 那所以就产生一个 就是它是国际的场域了 谁有权威来说这个事情 反正我自己没有权威 所以我就不说 但是又可以 也许你会更狡固你的想法 我看一些 看影片 真的是Michael Wynn 他就办了Daoist Wedding 在华山的山顶上 那就是完全的一个新的发明 毕竟道教本来呢 有道教婚礼嘛 传统上我就没这么听说过 那么我们就是有一个这种婚礼 我们又可以觉得是非常的有趣的 我们也可能 因为我也不能放太多时间 但这种婚礼的怎么 他办的这种仪式呢 他还是按照道教的宇宙观 来设计的 所以他也有依据的 但他所做的事情 你从来没有看过 同时呢 他也是男女非常平等的 与比较富权的传统 中国道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所以这是新娘 This is the bride 然后他会跟Michael Wynn结婚 这是在山顶上 这是在半婚礼 还没有正式开始 大家都在休息 爬了山 然后这是一个Dream Tripper G 它是比利时的 他在半婚礼 现在比利时是教武术和机工 OK 现在就是婚礼 OK 现在就是婚礼 所以这些声音是所谓的 有六字诀吗 所以这些声音是所谓的 Six healing sounds 所以就是他们这种六字诀的 做法 所以这个词 最后面的词 但是这些音乐 是发生的 对面的词 我们先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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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邀请他们进来 原来没有计划到庙里面 然后他就 这位道士就让他们 巨公 然后他又突然就有了 一个另外这个婚礼的 另外一个环境 我刚才前面就讲这个锤子就特别的喜欢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就考慮了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想問一下 比如說在一個個案裡面 所接觸的詢問道士 或者是在國外美國修道的外國人 他們怎麼去定義道士 怎麼去定義道士這種人群 因為比如說在 好像比如說香港的大教館屋 他們有時候 因為他們也很喜歡群人 他們也會到內地的 比如說四川去群人 然後他們在很多內地的一些 道館裡面也會捐很多錢 去舉辦了修廟 或者去舉辦各種的法師 但是他們在 比如說在香港的一些道教團體裡面 在道教團體裡面的常員 他認為自己是道士 而且是很正統的 很正統的道士 但是在他們捐資的內地的 比如說他們的道賣所在的地方 接送他們錢的那些道士 不一定認為他們是道士 比如說他們聽到他們是道士的時候 他會表示比較慈禁 因為在內地的道士看來 道士是不應該那麼有錢的 不應該拿到那麼多錢出來 所以我就想知道 在你們接觸的一些 這些人群裡面 他們是怎麼去定義道士 首先那些大部分那些美國人 他們對這個概念沒有興趣 因為他們本來是平等主義 所以他們沒有多去想這個問題 剛剛在前面 就是在犯婚禮的那位道士 他們一看Michael Wynn在辦這個婚禮 他就問這是美國道士嗎? 所以他第一印象是沒有否認這種可能性 但Michael Wynn說不是,我不是道士 他拒絕這種身份 他不要有這種身份 但是可以有康斯奇的例子 這個有意思 那我現在要講關於我的同事的一件事情 他通過了我們的稿子 所以我裡面講的一些關於他的事情 他完全都看到了 所以他能夠承擔責任 所以我要告訴你不要說這種事情 他去拜陳宇明為師 然後他回到美國說 他是個Dawas Priest 他是個Ordained Dawas Priest 所以他說他是道士 他是在怎麼樣成為道士 我問他我問陳宇明 他是在成都的一個叫賀明亭 就是在人民公園裡面的一個茶樓 叫做賀明亭 所以這個很有相聲意義 陳宇明覺得真可笑的 那麼吵鬧 他要在那兒做一個什麼 他們在喝茶的時候 他就拜他為師 然後呢 他就有一種 康斯奇覺得有一種靈性的傳授 但沒有什麼正式的儀式 我問陳宇明 康斯奇是道士嗎? 他說不可能道士是出家的 現在只有政府能認可的 就是說政府 只有政府頒一個道士證 我是沒有資格讓他成為道士 然後他也沒有出家 他也不是道士 他是道門 可以說他是正式的道門弟子 所以他是弟子不是道士 但他在那邊才說 I'm a Taoist Priest 我是道士 我們 我們跟他講 陳宇明說你不是道士 你是弟子 康斯奇說 不是 另外呢我也拿出來 杜禄啊 我們說做正義派的那一套 他說 這些呢 他是從一個層面來看 但是另外呢 有個本體上的一個傳授 一個靈性的傳授 所以呢 我那次在科明廷那個茶樓 我接受了這個傳授以後呢 我的人生改變了 然後我現在呢承擔一個責任 在美國 我就是要按照全真道的方式來做 然後人家批評我 我就是要為全真道來犧牲自己 所以呢 我就是得到了這麼一種本體上的傳授 不是一種儀式 所以呢 它就是有這種依據 但這個有意思 因為又回到我們所謂的predictment 結果呢 還是一個主 好像還是一個主觀的 自己認為是主事 是嗎 所以 所以有意思 有意思 好 我們謝謝很多主人教授的研究 謝謝 今天我們到此為止 那個同學一點半再上課 好一點半 先去吃飯休息一下 好 謝謝各位